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手机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厚重呆板配置低 但在那个年代 小黄蜂绝对是性价比百元机的代表之一了 当时的热门手游天天库跑 玩得飞骑 然而 当红米 魅蓝 酷派大神等更多的性价比神机出现的时候 小黄蜂乃至整个天羽品牌就逐渐走向了衰败 直到2016年 在手机品牌百花齐放 激烈厮杀的那年 天羽被传破产倒闭 但实际上 天羽品牌并没有就此消失 比如 今年上半年的某冬618手机销量榜单上 天羽就意外地排名第九 不过 贡献销量的主要是不到百元的纸板老人机 此外 天羽还有一堆模仿市场上其他热门机型推出的高仿山寨机 iPhone 华为 小米等品牌都被天羽山寨了个遍 几百块就能买到高仿iPhone14或华为Mate60 那么 曾经辉煌的天羽还被雷军点名表扬一起冲击高端的品牌 有着怎样的过往 又是如何沦落至此的 天羽的故事离不开创始人容秀丽女士 也就是雷军微博中点赞的这位 说来你们可能不信 她曾经练过体育 修过拖拉机 最后才误打误撞进入手机行业 1963年 荣秀丽出生在河南新乡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16岁那年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大学的内燃机专业 因为个子高 她一进校园就被体育教练苗上了 田径队 篮球队 排球队争着抢她 出于对速度的追求 她选择了加入田径队 连续三年夺得湖南省高校100米女子短跑冠军 大学毕业后 她被分配到洛阳拖拉机研究院研究内燃机 一干就是十年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荣秀丽愈发对这份铁饭丸感到厌倦 决心随大流 下海创业 1994年 荣秀丽加入深圳一家贸易公司 销售当时非常火爆的BP机 同一时间 芬兰最大的手机代理商百利丰 计划让大哥大进入中国市场 并委托荣秀丽所在的公司帮忙进行市场调研 在此期间 荣秀丽意识到 以手机的便捷性 迟早会取代BP机 于是建议公司抢先一步拿下百利丰的代理权 然而 那时的大哥大都很贵 买得起的并不多 接了这项业务后 压根卖不动 短短一年时间 公司亏损160多万 承受不了债务压力的老板决定跑路 但坚持手机市场前途无量的荣秀丽并不想放弃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四处筹钱接盘老板的公司 愿独自承担所有债务 可惜 成为接盘侠之后不久 大哥大还是卖得很一般 转机发生在1998年 东方通信生产出了型号为EC528的手机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国产手机 也是中国第一台通过欧洲FTA认证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 极大的推动了手机在国内的普及 荣秀丽的公司也趁着这波浪潮 接连拿下三星 爱立信 摩托罗拉等多个品牌的代理权 销售额节节攀升 只不过 搞代理虽然利润大 但始终是帮别人卖货 没啥话语权 活干得很憋屈 这让性格强悍的荣秀丽感到非常不爽 于是 转型自己做手机的念头开始萌芽 2002年 荣秀丽果断投资1000万 在北京成立了天鱼朗通通信公司 起初 天鱼朗通由于拿不到生产资质和牌照 就是个纯粹靠贴牌为生的山寨机品牌 但这不代表荣秀丽没追求 恰恰相反 2003年 她就在北京成立了研发中心搞字研 甚至还重金请来了硅谷的工程师做芯片 几乎和华为做手机芯片一同起步 然而 荣秀丽资金有限也没啥背景 再加上 一开始做山寨机并不赚钱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亏了八千多万 无奈放弃自言 后来 荣秀丽回忆往事的时候还说道 很多人告诉我 自主研发手机就是个坑 我不信 现在看来 这何止是个坑 简直就是深不见底的井 那么 放弃自言后怎么办 当然是买现成的呀 2005年 荣秀丽找到了大名鼎鼎的联发科合作 由联发科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这里多解释一点 那个年代 几乎所有国产手机 用的都是联发科的方案 这种方案俗称交钥匙 关键芯片及系统由联发科一手包办 手机厂商按需求增加不同功能元器件和外壳造型 就能非常简单地做出一部手机 当时 还有一个段子是这样形容的 手机厂商只需要三个人即可运营 一个负责与联发科接洽 一个负责联系代工厂 一个负责渠道销售 继续说回正题 2006年 随着监管的放松 天宇朗通正式拿到了手机生产牌照 万事俱备的荣秀力开始着手大干一场 天宇 这个手机品牌也随之正式诞生 成立之初的天宇打法很简单 就是低价亲民加基海战术 既然大家都是联发科方案 那我就把价格做得更低 你一年推10款机型 那我就推20款 比如 在2007年 天宇一口气推出了近80款新品 全年销量达到1700万台 一度成为国产手机年度销量冠军 出货量毕竟当年雄具中国市场的诺基亚 当然 能取得这个成绩 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原因 彼时 手机中的战斗机 也就是那个曾经的国产功能机霸主 一度做到全球第二出货量的波导手机 突然急速衰落 波导让出的市场几乎全被天宇给吃了 到2008年的时候 天宇就迎来了巅峰时刻 年出货量2100万台 销售收入超过80亿元 成为唯一有资格和诺基亚 摩托罗拉 三星 角逐中国市场的国产机 然而 这巅峰时刻仅仅持续一年 就被时代的浪潮给终结了 2008年6月 苹果推出iPhone 3G开启了智能机时代 2009年 三大运营商均获得3G牌照 联通更是直接把iPhone 3G引进到了国内 各大国产手机厂商如临大敌 开始了利用安卓系统 从功能机到智能的过渡 这一阶段就是中华库联大出风头的时候 他们凭借和运营商定制的3G合约机 一个个卖得风生水起 比如华为就在2009年 以3000万的全球出货量 成为中国第二大手机厂商 到2010年的时候 市场就更加残酷了 Vivo、OPPO、魅族等品牌强势登场 中华库联又掀起价格战 中小手机品牌节节败退 天宇被迫退居三线 那么 同一时间的天宇在干嘛呢 其实 天宇并没有摆烂 反而快速响应时代浪潮 2008年就组建了近600人的研发团队 并于2009年5月 推出首款3G智能手机 然而 没多久 销量就扑接了 根本原因是 天宇站错了队 与中华库联选择安卓系统不同 天宇首批智能手机 全部使用微软的Windows Mobile系统 操作体验与国人习惯不相符 而之所以背道而驰 还得从当时的形式来分析 当时市场上国产手机能用的系统 基本就是安卓或微软 这其中微软相对历史悠久 成熟案例较多 而安卓就逊色很多 2008年9月第一个版本问世 2009年4月才推出首款机型 对当时急于转型乱了阵脚的天宇来说 安卓明显不够成熟 也没太多时间去等待 只好选择头奔微软 战队失败后 天宇幡然醒悟 在2010年急速切换战术 发布了首款安卓智能手机 代号W606 有一说一 这台手机还不错 添加了三具视频通话功能 售价只有千元 一度被外界看好 卖的也不错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来了 天宇短暂拥抱安卓之后 再一次搞了个骚操作 光速分手 爱上了阿里的云OS 简单介绍下背景 2011年前后 互联网公司为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 相继入场做手机系统 其中比较出彩的就是阿里 云OS可以理解为魔改的安卓 从UI上看没啥区别 但直接把它等同于安卓也不合适 品牌哥认为 用不只是安卓形容更恰当 天宇选择云OS 现在看起来不合理 但放在那个特殊背景下也能理解 首先 天宇本身就不看好安卓 更何况 谷歌在2010年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容秀力就心想 谷歌自己都溜了 旗下的安卓恐怕很快也会淘汰 其次 当时的天宇销量很差 急需翻身 恰巧阿里主动抛下橄榄枝 给出一系列诱惑 比如我阿里加大业大如日中天 不可能突然跑路 而且还能给你电商平台巨大的流量推广 手机根本不筹卖 就这样 天宇和阿里勾搭在了一起 2011年 搭载云OS操作系统的双核智能手机 天宇W700上市 容秀力对这款手机非常重视 给出的预计年销量是100万台 但现实很残酷 因云OS技术不成熟 体验差 难以打开市场 上市两个月才卖掉7万台 远不及预期 之后天宇赶紧推出升级款的 W710 W619 W800 W806等多款手机旧厂 这其中大多数机型都默默无闻 唯独W806和W619火了 而他们俩就是初代大小黄蜂 上市不到半年 销量就干到300万 大黄蜂W806 4.3英寸屏幕 应为达Tagra 2双核CPU 1GB运存 这个配置在当时已经很有竞争力了 玩玩神庙大逃亡 地铁跑酷毫无压力 关键只卖699 对学生党来说太香了 小黄蜂W619 和大黄蜂外观上没区别 只是小了一圈 屏幕3.5英寸 高通7225A处理器 512兆币的内存 售价仅249元起 性价比逆天 然而大小黄蜂卖了半年左右 大概在2012年8月 不知为何 天宇和阿里云的关系戛然而止 在此之后 无论是大小黄蜂 还是天宇其他机型 全部都重新更换成为了安卓系统 紧接着 在销量上尝到甜头的天宇 也对大小黄蜂进行了升级 并且和运营商合作 配置和型号秘名也有所更改 比如小黄蜂 后续还有延伸型号T619和T619加 但整体上变化都不大 亮黄色的外观 也一直保留 值得一提的是 大小黄蜂活起来之后 由于用户量庞大 在那个喜欢刷机的年代 很多大神都在想办法优化系统 比如小米的米UI 就能轻松刷进去 进一步带火了天宇的知名度 以至于大黄蜂二代发布的时候 还引来雷军点名表扬 按照雷军的说法 天宇是有能力冲击国产 高端手机市场的 实际上 从2013年开始 天宇也确实模仿着小米 一步步攀升 首先为了吸引年轻人 天宇在2013年初 提出了全新的品牌内涵 Kiss Face Touch Hot 同时推出大黄蜂 Kiss和Touch特别版 2013年下半年 天取Touch1 Touch2和Touch3等机型 接连发布 其中Touch3还是行业内 首款基于高通 MSM8226芯片的 千元4G手机 经常卖断货 供不应求 到了2014年 天宇进一步转型 模仿中华库联和小米 推出了线上高端品牌 尼比鲁 尼比鲁的机型 则以金木水火土和X命名 分别代表不同定位 比如金星一号 面向高端商务人士 水星一号 定位女性手机 火星一号 面向年轻群体 土星一号 专做老人机 X型号 则是顶级旗舰 就这一套丝滑小连招 天宇打得有模有样 非常唬人 但实际上 这就是最后的挣扎了 尼比鲁亮相 不到一年就停滞了 整个天宇品牌 也从2015年开始 濒临倒闭 失败的主要原因 可以从天宇自身 和外部环境来分析 自身方面 一是天宇前期 在系统的战队上 摇摆不定 输在了起跑线上 后期稳定使用安卓后 又没自己的东西 几乎全盘照搬原生安卓 哪怕是高端品牌 尼鲁比的TouchOS 实用体验也很一般 和同期竞争对手的 MIUI Flyme EMUI相比 简直就是渣渣 二是天宇长期依赖 供应链技术 自身创造力匮乏 产品没有拿得出手的亮点 更没办法做出差异化 三是天宇在大小黄蜂 取得成绩之后 有点沾沾自喜 2015年一大半时间 都在忙着海外公司的上市 无暇顾及国内市场 等到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一切都迟了 当然 最直接原因 还是外部竞争太激烈 想想2015年前后 国产手机是多么的内卷 互联网企业纷纷入场 传统大厂接连推出子品牌 新势力层出不穷 大大小小各种品牌 百花齐放 一个个疯狂地卷配置 卷性价比卷营销 机圈犹如饭圈 没有任何优势的天宇 根本顶不住 直到2015年底 天宇被曝工资停发 变向裁员 2016年传出破产倒闭消息 随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之中 逐渐被大家遗忘 总的来说 天宇当年的崛起 有很大的时代因素 山寨和低价迎合了市场需求 让用户在高价手机之外 有了其他选择 但进入智能手机时代 未能完成升级转型 并且始终没有潜下心来 做研发和技术积累 后续推出的多款智能机 都定位低端 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当小米这类死磕性价比的 互联网品牌 和其他国产厂商崛起后 天宇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另外 天宇创始人荣秀丽 还有一个故事和大家聊聊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 荣秀丽虽然把天宇做失败了 但却意外翻身 成为了一位芯片行业大佬 大概在2010年 眼看天雨弯杂了 47岁的荣秀丽 想再拼一把 她注意到 手机的重要组件 射频前端芯片必不可少 射频前端芯片 就是负责手机上网 和打电话的模块 早年技术难度高 研发时间长 尤其是射频功率放大器 曾长期被国外垄断 直到2004年 国内才有突破 荣秀丽做手机的那些年 也正是国内射频PA紧缺的阶段 加上对未来手机行业发展的预判 她深知 这个小芯片的重要性 于是 2010年 荣秀丽一边做天宇手机 另一边在上海成立了 维杰创新公司 进入了射频芯片行业 虽然当年不被看好 但后来做的风生水起 还接连拿到了 华米OV四家手机大厂 和联发科的投资 如今 已成长为国内射频前端芯片 特别是PA业务的龙头企业 国内绝大多数手机厂商 如华米OV 以及一些二三线小品牌 全是维杰创新的客户 不过 有一说一 虽然维杰创新做得不错 但业务很单一 除了射频芯片 其他业务基本忽略不计 更加一难评的是 维杰创新只做芯片设计 不会造芯片 极度依赖第三方原金厂 封测厂来组装 而目前 占据全球主流市场的 大型射频芯片商 如博通 高通 Quovo等等 都是设计 制造 封装测试 自己干的 相比之下 维杰创新的独立自主能力 就差了点意思 曾经的天宇手机 因研发能力差 长期依赖供应链 而间接造成了失败 如今 维杰创新 若是也败在了这方面 可就真不应该了 总之 愿国内的优秀芯片厂商 都能早日完成 独立自主的转变 避免再被卡脖子 特别是5G 以及未来可能到来的 6G和7G等射频芯片 更加需要独立自主 毕竟别忘了 华为前两年 有支持5G的麒麟9000 却无法造出5G手机 主要原因就是 5G射频芯片 被高通卡住了